大屏幕上的这所学校 位于西藏山南市洛扎县拉娇乡 叫做蓝天春蕾小学 这里地处偏远 为了解决孩子们上学难的问题 四年前 西部展区空军某基地和当地政府 共建了这所学校 这几天 基地雪域春蕾雍正爱民工作队的成员 再次来到拉娇乡 看望这里的孩子们 翻雪山过丫口 雪域春蕾雍正爱民工作队成员 抵达了拉娇乡的蓝天春蕾小学 这边已经是教学点 没有教学失败和长地 教学资源十分匮乏 小孩不得不翻山越岭的 去附近的学校去上学 现在这里共有十六名小孩 包含幼儿园和育年级 小孩在八岁以前 都可以在这里去上学 拉娇乡蓝天春蕾小学 是西部展区空军某基地 与当地政府共建的学校 如今新教学楼即将落成 孩子们的学习环境 也会变得更好 对于基地干事 齐米旺母和玉卓马来说 帮助这些孩子 更是爱心地传递 因为他们曾经受益于 空军蓝天春蕾计划 不仅圆了求学梦 长大后还报名参军 成为人民空军的一员 我们是空军鼠批 蓝天春蕾受益者 也是蓝天春蕾的传播者 我们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当好军地桥梁 小朋友是春天的花蕾 需要用心浇灌 我们会根据不同年纪的同学 选择不同的授课方式 更多的是想让孩子们 开阔眼界 在心里种下国防的种子 执教期间 工作队成员还会到村民家中走访 结合自身经理 鼓励村民 让孩子们继续接受教育 坚定他们扎根边垂 建设家乡的信心 感谢为我们孩子 建设了这么好的学校 孩子们上学方便 我们家常也可以安心工作 建设转 北海道 我家常配在家上 励村民